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x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x亚洲投研部主管Jacky 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美元升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要看一看澳大利亚的情况 在这次货币加息的过程中 我们澳大利亚在7月份最新的流通货币M0的数量显示是550亿澳元 那么美国在2022年7月份流通货币M0的数量是55000多亿美元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衡量的话 美国人口是澳大利亚人口的16倍左右 货币M0的流通量却远远超过了16倍 高达近百倍 所以美元货币严重超发 这要是在过去的话就好比像是中国民国时期的纸币 基本每年都在稳步增发 见过无中生有的 没有见过这么稳定的无中生有 当然不是抨击美国央行印钱不对 只是说他们超发货币让我们买单 这我就要替澳洲华人打抱不平了 美国的货币流通的是澳洲的100倍 现在汇率基本上只奔0.6而去 隔壁邻居新西兰都要崩盘了 新西兰纽币到达了0.5的水位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美国流通货币是澳洲的100倍 购买力是澳洲的150% 相当于美国人均比澳洲有钱150倍 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手头里的钞票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说这个数字太夸张了 但这就是客观的 我再说一个数字 美国M2是22万亿美元 澳大利亚大约是2000多亿 又是近百倍的差距 M2是广义货币 包括了现金和银行活期存款 涵盖了定期存款 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比如证券公司客户保重金 像购买私保重金等等 超发100倍的货币还能够继续升值 美国人玩金融还是玩得非常厉害的 就像空手套白狼 美元再次征服全世界 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可以印钱 美股就会大涨 美国人还会发钱美元贬值 刺激国内的消费和出口经济 那么当经济好了 原材料价格上涨了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加息 全世界的资金又回到美国 资金回到美国之后支撑美股 美股跌幅会比较小 小于其他国家 美元又升值 美国人的股市不跌 购买力反而又上升了 那么这个时候 刺激进口 进口原材料的成本 在当下 CPI通胀高企 情况下的成本 大幅度降低 收购海外资产 又更加容易了 出去旅游 对美国人来讲 也更便宜了 新兴国家我就不说了 多国汇率腰斩 阿根廷亚行存款利率 高达75% 最惨的呢 当属欧洲了 内优外患 英国英镑呢 在周一的时候闪崩 价格直接奔去 平价一路飞奔 美元英镑 在亚洲交易时段呢 一度狂泄4.5% 创1985年以来新低 英国财政大臣呢 上周表示要出台 更多的减税政策 上周五英国政府也宣布了 最激进的减税措施 价值450英镑 那么当然大家 对英国未来的债务和通胀 也产生了一定的担忧 英国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呢 飙升到了4.05% 澳元跌破0.65 我们的世界 正在经历一场战争 一场能源危机 一场全球粮食危机 和一场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提前预判 央行的预判 预判政府的预判 未来财富还会经历 多次波动和洗牌 看懂了美国金融操作 就基本能够守住自己的财富 并且能够在金融的周期中 乘风破浪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 或添加关注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